欢迎来到我们第四期的Vlog 我是柔柔,很高兴又跟你们见面啦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在做作品集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当然了,我先不说这一点 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在做作品集之前 总得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当代舞蹈创作吧 我觉得很有必要先说一下这个舞蹈创作这个idea 也不光是当代啦 因为作品集它本身它是需要让你 你要体现出自己的idea 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舞蹈创作者 你对舞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那其实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切入做这个舞蹈作品的 而不是只有一种答案 那考官其实是要通过你的作品来考察你的创作能力 思考能力,艺术审美和艺术修养 那舞蹈创作远远不只是编动作 也远远不只是把动作编得好看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编舞家 舞蹈作品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 无数种 那么我们呢就是要找到自己对舞蹈的表达和创作的独特语言 所以我今天是要做一个普及帖 我会给大家列几个艺术家 可能你们都知道 然后我们先把他们如何创作艺术 如何创作舞蹈 先来说一下 那首先我要说的这个人呢 是Pina Bosch 大家都知道 他是Dance Theatre舞蹈剧场的一个始组 那他创作的时候 他的一个动机来源于哪呢 他其实不在乎舞蹈动作怎么样 也不在乎舞蹈动作好不好看 而是他在乎的是 吃一些什么东西 让人开始去动 去move 那我可能吃东西 我很饿我才会去吃 所以他可能就更在乎为什么我饿了 就是我不让这个比方打对不对 但是就是 she cares about what moves them instead of how we move 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讲了很多人性的东西 讲了很多男女关系的问题 以及就是他会根据演员 根据他自身的个人经历生活经历 然后从这些经历里面去挖掘舞蹈的素材 那他觉得这些东西 为什么悲伤 为什么痛苦 这个为什么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要在这些过去的经历里面 这些经历导致这些为什么的 导致这些情绪的这些经历里面去发掘素材 那这个是pina bosh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gaga 对吧 oha大家都知道 非常火现在 那gaga他是怎么对待舞蹈 那gaga他就不像pina bosh这样子 他是因为他自己的训练 他跟世界上很有名的艺术家都合作过 他自身有很强的一个technic 就是modern dance 现代舞的一个技术技巧训练 但是他要在这个精确的技术技巧里面去寻找那种freedom 去寻找自由 他需要他的技术跟他的灵魂并存 不只是为了做技术去做技术 他要在技术里面去找到他的灵魂 找到他自己对肢体的表现 所以他对每个动作都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以至于他现在就是发展他自己的一个technic 那sasha walls的话呢 他又是不一样了 那他觉得body is everything 他把人这个身体本身作为他创造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 他觉得you know 我们是有thinking 我们是有想法的 我们的所有的you know action做的事情都是由脑子来的 我们用脑子思考很多 那他觉得body它本身是什么 我们的body如果不用脑子的话 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body就去思考 那我们的body我们的肉体以内的那些organ 这些器官他自己是不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表现力 他们也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他在他的创作里面就是会提出 如果身体它本身其实是比我们的灵魂 比我们的思想更有表达性的呢 如果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灵魂 然后他说那能不能一堆身体 他把很多演员喜欢把演员演员排列在一起 那他的idea就是如果把很多身体都放在一起 形成一个组的话 那他能不能把那一个组看成是一个身体呢 那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你在他的作品里面基本看到的舞者都是 you know naked没有穿衣服 然后他觉得身体是材料 所以他的作品也会在很多的you know museum gallery 就是博物馆里面展出 他的整个的舞蹈创作的idea都是 从他这个对肢体的对舞蹈的理解出发的 再说一下Belgian比利时的舞蹈编导 最近在国内也很合作的Anna Theresa 那他觉得舞蹈是什么呢 他的舞蹈是跟音乐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他会根据不同的音乐 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当代乐 他的舞蹈会编排的跟音乐结合的非常之紧密 而且他甚至会通过score score其实就是乐队演奏或者musician 他们看的那个sheet 那个music sheet 然后他就是舞蹈他会把舞蹈也设成是score 然后就会有固定的动作固定的编排和固定的存复的东西 根据音乐的重复音乐的结构 然后舞蹈去贴合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舞蹈创作方式 包括很多人也都看过Roses Death Rosas 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他的作品还跟geometry 就是跟结合跟数字的一个图案parton 以及自然的世界社会的一个结构这样去做他的创作 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可能他的一个作品的整一个编舞的一个动机 就是要在地上画一个圈 然后在圈里画无数个圈 那这个变成了他去创作一个主要的动力 那我们再说一下 今天感觉是知识大普及了 那美国这边我们说一下史诗级人物 历史巨星Merskanihan 那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在美国整个舞界就是那种十足的感觉 然后呢他觉得舞蹈跟音乐可以同时存在 但是互相没有关联 所以他说的是independency 而不是co-dependency 那可能我们平时编舞的时候 舞蹈一定要和节奏和音乐 但他觉得不需要 他觉得舞蹈是舞蹈 音乐是音乐 他们可以以自己独立的个体存在 但是他们可以共存 所以他排练的时候 他跟John Cage 是就是lifelong partner and collaborator 和作者 他创作他的音乐 他创作他的舞蹈 然后只有在演出的时候 两个人音乐和舞蹈才是第一次同时放到台上去演 所以他的这个方式也就是非常的avanguard 然后就是整个颠覆什么是表演艺术 什么是舞蹈 什么是音乐 然后他有时候排练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做决定 他可能就拿个硬币 然后去投一下硬币 正面还是反面 然后这个就是帮助他做决定的一个音乐 他就这个随机性可以让他的想象力变得更自由 因为他本身他自己的舞蹈训练排练方式 是对每个动作都很rigorous 就是很苛刻很精确 然后呢他又加入这个随机性 这个投影币也好 随机做决定也好 就是可以让他的这个很很严格 跟随机这样互相的平衡一下 然后最后我来说一下Tresha Brown 那Tresha Brown也是美国后现代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包括他的现在的那个release technique 身体放松速也是风靡风靡风靡 影响了很多很多的舞者和演武家 然后Tresha Brown最早他的作品其实是跟size specific 就是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他开始的时候他创作的时候 他可能是想会把舞者拴在那个大楼上 然后舞者可能就是在那个楼外面 然后那个墙上这样从下面往上走 还是从上面往下走 他可能编作品就是要去做这个 或者就是舞者在gallery在画廊里面 然后他们这样吊在墙上斜着走路 然后拿一个绳子 或者就是他可能是他是第一个让舞者 在屋顶上跳舞的人 就是在美国的rooftop 然后呢让观众在边上楼的那个屋顶上 看那边屋顶上的舞者跳舞 所以他就是explore很多不寻常的可以跳舞的地方 而不是在一个传统的舞台上去跳舞 所以这个的话是让他就是早期的时候非常出名 然后因为他的这种舞蹈创作方式 打开了舞蹈在画廊在博物馆里表演的这场大门 那你想想从现在说到的Trisha Brown 再想到前面说到的Pinat Bosch 是不是都非常不一样 所以每个艺术家他们对舞蹈的作品的理解 都是有他们非常独特的理解的 那今天听了我的对这几个艺术大家的介绍 你们可以想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创作舞蹈 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呢 所以呢可以好好思考起来了 因为如果接下来要升级留学的话 这可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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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好好理解自己观察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